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香芋麻薯 不粘锅,小火加热 加20克黄油 200克牛奶 25克糖 黄油融化以后,加入150克糯米粉 和25克玉米淀粉 再加一大勺紫薯粉调色 麻薯皮可以用微波炉加热或者上锅蒸熟 这次我用炒的方式来做 更省事,更简单 连黏糊糊的碗都不用洗了 随着温度升高,粉团会慢慢凝固 颜色也会变深 超到里外颜色一致就好了 搅拌到里外颜色一致就好了 关火 在垫子上再揉一揉 增加马手的韧性 一定要戴手套或者隔着保鲜膜操作 包上保鲜膜冷却 取出提前做好的芋泥 按照20克一份取12份 面皮撒上手粉 手粉我用的是炒熟的糯米粉 搓长以后切成12份 取一份擀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片 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式把线包进去 可以用一个小圆碗来辅助 包好后反过来整理一下形状 可以像煲汤圆一样用虎口收口 或者像包包子一样 捏上一圈褶子 做好的麻薯直接就可以吃 软糯又拉丝 为了口感建议尽快享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